俄修订教科书删心占中国领土中共漠不作声,俄国修订国中历史科教科书将侵占中国领土的部分修除,网络截图俄罗斯政府对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修改,删除了关于18、19世纪侵占远东中国领土的部分,获得俄国当局与学术界一致认同。 而中共官方截止目前仍对此漠不作声,中共曾指责日本修改教科书隐瞒清华历史真相,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远东地区城市与中国黑河市隔黑龙江相望的海蓝炮,Helen Boer,有家长,对她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俄国掠夺了中国领土的措辞感到愤怒,提出抗议并要求修改。 原文内容提到欧洲人急于利用中国的混乱状态。 1857年到1860年,英法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获得中国内部通商悬,俄国占领远东阿木尔地区,法国得到一部分附庸中国的越南,日本得到一些岛屿,英法部队成功地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 原文描述中使用的俄文同时有占领,掠夺和侵占意思,负责编转国中历史科教科书的出版社启蒙运动,得知消息后把俄国占领 远东阿木尔地区整具删去,并说还会持续搜集学生与家长的反馈俄罗斯官方和学者,对于历史课本删除侵占中国领土。 字样的态度,几乎是以念导的支持和默许。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尼戈尼戈尔卢科亚诺夫称从1858年到1860年俄中之间签订了爱辉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以原来的教科书中使用掠夺,欺占的描述不合适,阿木尔州教育和科学不责衬。 教科书是国家核定的教材修改内容并无违法未来,将继续给俄罗斯国中八年级学生使用。 可以想象由于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这段未来的俄罗斯人将很难知道,当年从中国侵占远东大片领土的历史真相。 中国东北大片领土被俄罗斯侵占的历史,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但俄方一直试图对此淡化和隐瞒。 中国独立研究人员伊敏宏,先前向中外交部两度提告, 指控中共政府刻意隐瞒领土被俄国侵占不料北京高等法院称。 人民无权制导国土版图,引发网友嘲讽中国领土,一点也不能少,但是可以缺一大块。 目前中共政府尚未回复,此前中共官方,曾在指责日本修改教科书隐瞒清华历史真相时, 态度和反应都十分激烈称,日本方面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而对此次俄罗斯修改教科书的做法,中共,是否会做出相同反应? 国内外舆论拭目以待。